他自己的学术不是他自己的发明 也不是他自己的创造 说的是自然发展 那他是永恒的 超越时空 所以夫子 他讲的话是真话 不是谦虚话 他一生数而不足 一生没有创作 创作是他个人的 他没有创作 他所说的古圣先贤教的 叙说古圣先贤的教会 不是他自己创作的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诸位也许听说过 释迦牟尼佛自己说 他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 说了四十九年没说一句话 没有说一句是自己意思的话 所以他也没有穿作 所以他也没有穿作 他也不是自己意思 清凉大使 在华严谨苏朝里面 说的好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古佛所传的 他自己没有丝毫意思夹在里头 这个了不起啊 古圣先贤所传的 要用佛经的朔语来讲呢 信德 真如本性 本来具体智慧的能 这种智慧的能是一切众生共有的 所以你接受接触之后啊 对你能产起共鸣 为什么呢 你也有啊 有是因为烦恼习气 障碍住 听到释迦牟尼佛这么一说啊 你的信德了 慢慢就被他引发出来了 是这么个道理啊 我们现在人一般人都讲创造啊 都讲发明啊 而且都要所有权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四十九年大战年 没有所有权 他不敢讲著作权 因为他没有说这句话 他都是古佛所传的 孔老父子 古圣先贤所说 没有创作权啊 现在人了不起啊 他都有有有有著作权啊 那是他的东西啊 他的东西从哪里来的 从他妄想分别执着流流出来的 所以他的东西再好 说的再多再动人 他有时间性 他有空间性 再过个几十年 再过个一年半年 东西就摄传了 没有人再看他了 是从他的分别执着力流出来的 他不是自信 换一句话说 反复的东西是从妄性流出来的 圣人是从真心流出来的 真心可以跟一切众生起永恒的共鸣 忘心呢 现在大家心都忘心 他又说了 恒惑自己意思 但是那个忘心是短暂的 不是永恒的 这些道理啊 我们要多想想啊 想通了 我们自己才能够决定 这一生当中走哪一条路 我们从走真心 信的这条路 还是走这个意识 妄想这条路 也就是我们跟圣人走呢 还是我们跟凡夫走 这个关系太大了啊 古报 天让之别 可是你要记住 跟圣人走呢 好像是这个路比较艰难 比较困苦 特别在物质生活这一方面 似乎不如现在人间 正一般的这些享受啊 明文立扬 五语六成的享受 那是什么 那是你看错了 你看得太浅了 深入一层观察 才知道圣贤人的生活方式啊 是世界最高尚的享受 我们一般人体会不到 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生活 每一天吃饭到外面脱补 我们中国人叫要饭到外面脱补 一天吃一餐呢 全部的财产 三件衣一个部 什么都没有啊 晚上树下一宿 日中一时 我们觉得师生过这么辛苦的生活 你要是真正气如体会到了 你再晓得他那个生活是世界 第一等生活 是人生 第一等的享受 我们今天讲这个话 一般人听不懂啊 当然你听不懂 你们有入境界吗 你一起入境界了 你就懂了 怎么样起入境界 照做 跟他说 学得跟他一样 你就懂了 你才晓得这个生活快乐 然后回过头来想想 再看世界人 不错 是得一点 名利 无欲力尘享受 你要知道 他付出的代价多大 太大太大了 得不偿失 付下付出什么些代价呢 我简单说说 你有忧虑 你有牵挂 你有得失 你有烦恼 这个东西 压着你的精神跟身体 你怎么能够有快乐 你偶尔之间那个快乐 我常常在讲习当中做比喻 那个快乐是什么呢 是打马飞 吸毒啊 那个快乐的后头是要命的啊 跟佛菩萨 跟佛菩萨那个快乐不一样 佛菩萨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得失 心 一尘不染啊 心 如同虚空发解 这种落 六道里头的凡夫 决定体会不到 真快乐啊 在他的境界里面 给住手 没有 没有